blast 新生三奈滿足應該是這樣子 要一個共同的願景 一個家庭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在古今後有一些讀書人家 所謂有家訓 还有家规 那这些呢 都是说 这是我们这一族 我们这一家人 从老祖宗教我们的 做人的原则是什么 我们的生活生命的 一个方向 应该是怎么做 这个呢 在我们现代人大概没有了 租职有这个租席有家训 真文真工有个家书 那么我们现在的人呢 自己都不知道做什么 因为上一代的人 没有告诉我们有什么家训 那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不知道应该有个共同的 生命的生活的一个愿景 这个愿景不是权 不是地位 不是势力 不是为了追求啊 权 士 民 利 位 不是追求这个五个东西 而是呢追求一个不朽 这个不朽就是什么 不朽呢 就是所以中国人讲 立功 立德 立言 那立功不会立 立德总是能立 立言不会立 立德总是很重要 思维的立德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人的品格 人品 什么叫做人品 也是很抽象 那我们中国人呢 重视一个伦理 重视道德 这个伦理道德是什么 尽质 尽分 尽责任 尽本分 尽职的责任 尽职的本分 能够做好的话 那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虽然穷 但是人做好了 虽然低 为 但是人是做好了的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呢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桩石 那如果是一个家庭呢 能够有这样子的 共同的一个愿景 这个家庭一定是合逻的 怎么样子 它是往这个同一个方向走 所以尽责 尽分 个人 每一个人自己都尽自己的责 尽自己的分 尽不到的时候 彼此互相良解的 如果不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彼此的推诿 不相对争斗 那么这样子的时候 这个家庭就完了 哎呦 过去啊 那个礼教赤人 他就是上代的人 规范下一代的人 你们要怎么样 要三重 要四德 这个没有道理 没有道理 上边的人不负责任 叫下边的人要尊重 这是没有道理的 我讲的这伦理 是尽每一个人的本分的 上 行 下 效 这个 负词 指效 这样子的伦理 而不是说高压手段 就是念符咒一样的 念一个咒 就画一个符 要你这个样子 用这个伦理道德 压住你 那么像这种前线来 完全错的 说负长 负随 其实也是对的 负长 负随是对的 可是呢 丈夫压迫弃者 一定要说是夹击 跟随机 夹狗 跟狗 这是错的 可是呢 夫妻两个彼此的 互相的尊重 互相的爱护 互相的学习 互相的良解 再一个是 彼此的互相共同的责任 也是共同的义务 如果是这样子 为什么不好 我讲的伦理是对等的 这个是互动的 并不是啊 讲过中国的讲过 吃人的礼教不是的 吃人的礼教就是 拿那些帽子 压人 使得这个后辈的人 或者是呢 妇女就变成了 被欺负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